真烦不及 本来想要祝福你的 哇这个大桥好漂亮 大桥漂亮吗 那里有笑脸 看到对面有笑脸了 已经给你看见了 可保已经被这个笑脸吓了三天了 走了走了 看看他 OK妈咪抱抱好不好 钓鱼老天生繁骨 你们猜他要在哪里钓鱼 在他女儿最怕的笑脸对面钓鱼 天生繁骨 他早上一大早起床办了钓鱼证 迫不及待就出门了 因为今天一号嘛 很多地方会关门 所以他打算接电来钓鱼 就在这个港湾大桥下面超级多人钓的 鱼身巅峰 悉尼的海港大桥山的钓鱼 钓到鱼吗 没有啊 好吧 钓鱼老的自我安慰就是别人都没钓起来 哇塞还是你钓到了呢 他们那个搞的专业还没有钓到 哇塞厉害厉害 这个是什么鱼 这个鱼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哈 它叫做梨蒙 梨蒙 这么一大堆这么老外还是中国大叔最厉害 钓鱼老作为中国大叔的后备军 一定要加油 那里有个老外钓的 它是一个美丽的鱼 不是 鱼的鱼 鱼 好词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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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鲼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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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海港大桥再往西这一边 这个区域我还蛮喜欢的 旁边会有这种岩石堆砌的海岸 类似于一个海滨海岸走道的感觉吧 特别好 他们用的材料就是跟自然很能够融合 这种看起来是自然的东西 其实它是一块一块拼接起来的 就类似于栏杆这样子的作用 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找到旅行的节奏 那就是每天只安排一个行程 安排一个目的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钓鱼 然后就可以留下更多的时间 给我们去探索这个城市 可能会更多的惊喜吧 这边一整个区域也阳气非常多 这个码头还有一点哥本哈根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很喜欢 嗨睡着了 你看这边的那种码头窝 可能镜头里看起来很旧吧 但它跟自然融合的很好 钢宝的时差 现在是每天五点钟的时候睡午觉 我们打算再回码头的区域钓一会儿鱼 希望你今天能够有所收获 027年第一条鱼 这是运动的 运动的 你看它这个码头 然后有特别多艺术展厅啊 工作室啊之类的很多那种公司 今天一时拜告终 收摊 气氛收摊 今天总的来说天气不行 因为大家都没上鱼 你看 哇塞 厉害厉害 关于你的这个杆子是怎么带来的 整条是旅行杆 一二三接杆 快到行李箱 装备是很多的 就是钓不上鱼 杆子一定要收好 到位吧 一个包一条杆 走天下 走天下 走吧 迷人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Morning大家 今天我們來到了帕丁頓 然後大家都說這個區域非常的好逛 都是很多小店的 在我們美國電影裡面看到的那種小鎮 鄉村小鎮的感覺 很慶幸哦 今天是1月2號還是有店開門的 非常好 有種大年初二的感覺 早上好 你在吃什麼 麵包 新年的下午好像也有很多店關門了 但是隨便逛逛也是好的 剛才還以為是什麼小眾品牌呢 原來是一個美容院 I'm out of his hat With my two hands Hello 我們現在坐下來一家Bistro吃一家 大中午的 就來一杯冰冰的馬德瑞特吧 我們點了一個牛肉塔塔 然後它會給你這樣子的小球配著吃 跟你們就分享一下吧 覺得他們菜單還不錯 蠻有趣的 這邊逛到的一家店 然後裡面裝潢也是那種舊舊的 蠻有感覺的 牛肉塔塔 它們香料用的很重 一股花椒味 好吃 Hello大家 我們今天來一個報復性旅行 馬上下午我們就要去邦地海灘了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開始 就是報復性的去一些旅遊景點 做了一個雙層巴士 這個是24小時 可以隨上隨下 後來發現我們好多想去的地方 它都能進過 我們現在第一站要去澳大利亞博物館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看一次 我們在一起 I've been waiting, I'm waiting, I'm waiting, I'm waiting for you The luck and love always let me down I'm gonna turn it around Cause you, you make me smile You make me smile We can learn to die And I hope that... Hello大家,我们从澳大利亚博物馆出来了 非常非常推荐,如果有小朋友的话真的一定要去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动物标本 恐龙馆,当地土著的一些古历史展览 非常的推荐 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做这个Big Bus 红线的话基本上所有的一些市中线景点都能去到 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现在又做了Big Bus 到下一站是新州美术馆 新州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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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椅子好漂亮 澳洲真的到处都是经典 这里有一个皇家植物园 挪不开脚 本来打算去下一站的 就在这个新州博物馆的对面 这一片有好几个博物馆 那边还有一个就古典的艺术博物馆 到处都是景 太美了这个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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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路也不会很累 不需要做游览 慢慢的走 澳洲的自然环境啊 非常非常的棒 哪怕市中心也已经非常的棒了 在澳洲的树啊 都是这种大型的智慧树 千年古树的感觉 真的像一个蘑菇云一样 看到一棵树更夸张的大 这简直就是它的食物 直接围起来 不让我们进去了 因为这不可能是这种万年古树 虽然有点狼狈 但是我们到达邦迪海丹的民宿啦 欢迎来到我们在邦迪的家 这里是厨房 冰箱 小文宝 这个是客厅 这边是餐厅 然后走走走就是房间 有两个房间 这个是卫生间 也挺干净的 嗨 这是一个小的房间 刚才吓坏了 他说为什么会有两个房间 他又很怕我们把 一个人放在这个房间 还蛮硬斯风的 这个 你想睡在这吗 你一个人睡在这好不好 可以吗 不要 那你过来玩就可以好不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主 和一个小阳台 小阳台还蛮惬意的 真的是在悉尼过日子了这回 那里就是海滩 大概走路要20分钟左右 不是特别近 但也不是特别远 还行吧 看看要不要租一辆车 设备我帮忙一下 好 好 妈妈我也想我自己拍照片 我对她在 这些反正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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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不要变成鸭子 好 你说拜拜 拜拜 拜拜 See you 好 等我到那里去 装过去就好了